HELLO,我是Dirai德,我是鄭湯,大家好,我是神秘魯溫 之前有一集講到以前台灣好玩的東西,台灣人就是平民娛樂 很有趣,好像挺有趣的,繼續講說魯溫應該還有一堆 其實以前的人又沒有手機,又沒有電腦,又沒有上網 多數都是玩這些,即是去台中港看日出 我記得以前還有一些東西,例如漫畫室,漫畫店 那時候有一個學底,澳門的,臨四年班離開的時候 寄了兩箱漫畫回澳門,那些真是瘋狂的 看得到,即是輸又不讀,台灣很迷那些漫畫 輸又不讀,漫畫真的爬得足 真的,你問回現在三四十歲,四五十歲的人 以前看漫畫位比較好些 很多的,那些籃球,滑南高手 香港的武俠小說,武俠小說又多,漫畫又多 那時候呢,ES雜誌也有 是,那時候很流行通行通行很多漫畫店 譬如書局那樣,給你在那裡坐 多少錢,一本位,幾分鐘,幾個小時 那時候真的很多人看 這些現在還有,不過沒有以前那麼多 現在還有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因為日本漫畫文化催過來 因為我兩個兒子都會帶他去租書 所以知道還有,還見了 但又不多了 不多了,現在已經識微了 現在就算看漫畫,很多上網都看到 是啊 那我現在帶那些小孩去什麼 去圖書館借書 那現在還有很多漫畫借 那都是一個地方不錯的 那不用錢,又有冷氣吹 那漫畫店那一陣子都挺紅的 那還有一些,譬如 你們有沒有玩釣蝦場 釣蝦場,很多朋友都說去玩 我沒什麼興趣 介紹一下怎樣玩法 那其實我這一陣子很多香港朋友 很多都來玩過 其實我前幾陣子看 心美小儀,好像是小儀去釣蝦場 那之後那些人就開始,有些朋友問是什麼 我就見過,但我沒去玩過 我不是說不喜歡玩,就是沒有人跟我一起 我來台灣這麼多年都沒玩過 一條人釣蝦場 這些是國寶級的娛樂 平民國寶級娛樂 一兩次跟台灣朋友去玩 我現在有時候帶我小孩去玩 怎樣玩法呢,先介紹一下 這個地方就是,其實有些香港人都知道 譬如它是一個場地 中間有一個很大的池 好像叫泳池 很大的池 類似泳池,沒有泳池標準那麼大 是,是BB池 是的,一個池 裡面,周圍的人都坐在旁邊 高椅子,蹲下坐 然後就釣蝦 算時間 例如一個小時四百 兩個小時八百 這樣算的 你看你釣多少 釣完後 它即場有個燒烤爐 你可以自己去烤熟 燒來吃 是的 釣蝦場 其實現在已經改進了很多 有時候釣蝦之餘 它不能放一些龍蝦 釣不釣到的 會的,會的 有的 它是那些噱頭 譬如一個小時就會倒一次 龍蝦也好 或者加一些蝦 池裡 讓你容易釣一點 很過癮 釣完後自己吃 那些 最近聽說有些 譬如為了促銷那些釣蝦場 每個小時請那些showgirl過來 跳舞給你們看 是嗎 很厲害 看跳舞 怎麼釣蝦 那邊看邊釣 是挺過癮的 其實現在台灣以前都很出名 經常打美女牌 幾十年來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自從賣檳榔之後 都是這樣延續下去 都是這樣延續下去 如果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那時候我們住東海別墅 東海上面那個位置 有一間餐廳牛扒 我經常去光顧 那裏那些女士 適應 那裏很短的 東芯 東芯 不記得什麼名字 東芯牛扒 但我很喜歡光顧我 哦 去吃冰淇淋多些 正的 哦 那些女伯餐廳那些 就是慢慢地興起 很難說什麼 密化女性 什麼什麼文物 其實你情我願 女性不容易做 有什麼問題 這是符合人性的行為 哦 明白 那先說一下蝦 說起女兒 他中間都有一些噱頭 有時候他某些蝦 是綁了一些東西 綁了一些東西 綁了一些紅繩 紅線 有禮物 是有錢拿的 哦 有錢拿的 是啦 紅色線可能拿一塊 可能綠色線就變成五塊 哇 是啦 那就是吸引你去釣 是挺過癮的 不過這樣 前幾段 自己戴繩去 不是不是不是 都有爆過 那些蝦 餵飽了 可能餵了什麼抗生素 經常被人釣 釣完又釣不到牠 又釣不到牠 經常勾到牠 很傷的嘛 給些抗生素 你不是說釣了上來吃 有的 有的 看個人 其實有很多人在釣 是釣過過癮的 釣完蝦是送給人 他自己不吃 就是享受過程 結果是不面對的 是 好像追女生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的意思 總之 蝦之前有爆過 就是有什麼抗生素 我不知道現在 因為很久沒有釣了 其實還有一些古惑招 那時候 譬如釣完蝦 叫老闆幫你去處理牠 譬如用炒 用槍 他就拿其他蝦給你 沒錯 他拿藏蝦出來搞定 那些就丟回去 真的很流行 以前有這樣的做法 也挺有趣的 如果沒有玩過 可以來試試 OK的 我有台灣朋友 還是經常去玩 我看過Facebook經常貼 不過我真的沒什麼興趣 所以沒什麼 沒什麼 其實沒什麼做 就是去釣鵝 也挺有趣的 那你忙而已 有些人不是 對於釣鵝 我對於釣鵝 最深刻印象 我叫做橋大那時候 因為出去台北那時候 經過新莊那一帶 那些荒地 很多的鐵皮屋 全部都是釣鵝 是呀 做在小鎮 現在可能叫做什麼 新莊虎刀心 等等 那時候很荒蠻 那時候是不是臨口那段時間 臨口出去台北 在橋大那時候 就是臨口 很過癮 有些還有唱 tomatoes 好過癮 每一次更多 會越搞越多 還有 Sachen Laurent 上次有MTV 之外還有你們常常 的話可能唱甜 很有趣的 我在南部 你可以看到 那段都是天 突然間有一幢型 很靚 Ktv 那些 那些好像上面是有什麼 唱喝300 都有 也有 當時我都在夜店做過一年的少爺 都是那些KTV那些地方 那些可以找一句 當時我不是去玩 沒錢去玩 去做事 那些客人進來 一定會有女兒坐桌 女兒跟我們那些少爺 少爺即是男的服務員 就有些默契的 即是說那些客人走桌子 我們做男的服務員就很聰明 誰誰小姐 小米小姐你有電話 他就幫她解圍 他們很聰明 誰這個少爺很好 因為那時候我們讀書時的市道比較好 台灣有些年輕人過來 先唱二三千元 寄一百元才放在外面的 跟你換一些沙斯摩尼 即是那些濕紙巾 跟她服務 換個衣灰缸 那他就給了一張 他就給了一張 去一次就有一張 有時候PK的同學 也是做那些少爺 你不給是跟你抹桌 抹到你給為止 所以那時候我們是倒轉去 給公司那些濕紙巾錢 不過你說的KTV又不一樣 你有些可能是有陪坐的 我們說的正經那些 我們之前學生歌的時候去的那些是什麼呢 比如前櫃 holiday 那些 那些就是預訂廳 預訂房 幾個人去唱的 有些包含自助餐 我記得是holiday 有些包含自助餐 我記得有一間 我想都沒有了 名字我還記得 叫福爾摩沙KTV 台中的 那家是玩到 應該跟你去過的 有 是我 他玩那個大廳 就是你可以去大廳唱歌的 很勇敢 他唱歌中間的舞台會升起一點 是呀 是呀 又打開燈的 是呀 是呀 打開燈 你要很棒才行 就是唱歌很棒才行 唱歌不棒的就是這樣 是呀 是呀 招家卡歸我 你說的好像是他有大廳的 有包含的 這麼厲害 是呀 反而很多人在大廳唱歌 我最深刻印象是有一個年輕人唱唱跳到 哇 我以為真的是表演 把舞台都升上去 那其他人呢 拍了照片 像是演唱會一樣 很浪費的 要預訂的 我想也要了 有些印象 好像現在已經撿了多久 沒有啦 沒有啦 但那時候也挺流行唱歌的 是呀 那時候訂場或者大廳那些 那時候大廳很少呀 最慘的是我去到剛剛來台灣 沒有啦 又不太會唱國語歌嘛 那時候是被那些同學捉到 上海灘 第一首上海灘 上海灘比較好一點 那些都唱了什麼 愛不圓 那上面的字全部都是國語歌前的 我們在鑑山唱廣東話 你唱錯一次啦 那時候不記得了 我likecam 我馬上轉回星道那些 真的很搞笑 楚留香最多人叫你唱 是嗎 我真的不唱 我每次都被人捉上海灘 上海灘 也是這樣 我要楚留香 兩望煙水淚 我那些台灣同學都認識 不是呀 你和朋友不是很熟 那時候唱歌挺過癮的 好像也經常去的 其實也不是很便宜的 不是很貴的 因為我那時候是做酒樓的 下班就是 星期六日做全日的 中間下班 兩點多鐘下班 沒有被你做大樓女女一起去 還不穿著那些酒樓的衣服 以為你是boy 去過廁所走出來 先生先生 專問我這些畢業 好幾人猜 我也是顧客 好想去下班換衣服 還穿Wayter那些衣服 滑 套外套就不算了 那時候也很流行的 其實那時候我學生年代 打工都經常 收工 有時候都會去 不是唱卡 就是去哪裏吹水喝茶 那時候也很流行去什麼呢 泡沫紅茶點 是啊 幾小事的 過不過人 一杯東西都很貴 但是可以吹幾個鐘 跟女兒這樣 藝術家也和你去不少 吹水通宵 很流行去這些 很流行的 那時候又沒有WhatsApp 又沒有 沒有 你吹水是要出來吹的 沒辦法 電話費又貴 貴的 是貴的 全排隊的 全排隊的 基本上是 要在電話裡約他出來的 我那時候試過要寫信去約他 不是啦 因為我差不多是 飛鴿前線 因為他人家未必是在宿舍住 我可能在外面 是 我考試之前 約他考試之後去玩 寫信 有的 真的有 那個年代是有的 寫信約人出來吹水 有時候他宿舍未必有電話 是啊 我住那裡 你的電話都只有一個電話 然後整個洞用 是啊 是啊 打結都不通的 我試過找你 是啊 你要生氣的開車 你樓下找你 那還好 喊兩下馬上有人出來 糟糕 一個這樣飛下來 是 那時候真的很過癮 因為那些泡沫紅茶店 很爆的 是啊 隨時沒有位置 沒有位置 可以給你下棋 又在看漫畫 下棋 而且很流行進入那些錢 看星座 一個圓形的地球儀 都不知道是甚麼東西 那些是笑話 而且他也有兩三部機 給你打機 打機也有 和你喝茶 弄回兩棵 警察那些 打槍那些 哦 射飛鏢那些 你不是按極也有的 哦 壞了就有錢 哈哈 是 那個很搞笑 我說這部機不是壞了 為何玩極也有 又有 繼續繼續繼續 然後他聲音之後 你當然有 我要一直入錢 真的挺過癮的 紅茶店那些 其實以前更瘋的紅茶店 在南部 我去過的 在高雄 高雄整條街都是 很誇張的 五光十色閃光了 裡面的女兒 那些服務生 穿得很sexy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 有 簡直是 當年的高雄 現在變成阿嬸 但是以前其實其他地方應該都有的 有 南部都有 高雄那時候有一間 叫彩色巴黎 哇 好 記住了 因為 沒有東西做 晚上都是去那些地方 打蛋坐 那些 適應就穿得很sexy 那時候沒有聽你說的 早知道是你錄高雄 啊 只有他只看 沒什麼 是年輕人 不懂事 喝茶 就是泡沫茶 是一個娛樂 那時候譬如說 中部有沒有去打便宜的歌爾夫球 我們有去打便宜的歌爾夫球場 有 三十元五個球 八十元十幾個球 他可以給肝尾 那時候學生歌沒有玩這些 我做事的時候才開始練 因為我們體育堂是有歌爾夫球員 所以你們去練習 我們去練習場 想賣湯 這麼認真 我玩了兩個期間 那時候是高等教育 就是香港沒有我才學這些 高等教育 我們很簡單的踢球 這個拆眼 就是這樣 那就玩一下這些 試一下可以香港沒有這些 平民是便宜的 高爾夫都不是很貴 練習場那些 很貴 就是當作幾個球 都挺便宜的 其實台灣玩這些娛樂都很便宜的 基本上你說釣蝦貴得多少 幾個水 唱歌 喝茶 吹水 其實吹水最緊志在是幾個有限出去吹水 正經的KTV就很便宜的 很便宜 一個小時百多兩百 總之埋單都是幾個水 一個人出幾十元 一半一百元 一天就跟同事去 一天就跟同學去 做什麼身積去都不懂 不過說到KTV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KTV樓下通常都有一攤東西 一攤什麼 你不要想錯 一攤賣香腸的 你們的思想真的有些問題 沒有東西我問你一攤什麼 一攤的 你們去看賭神2 就會見到周潤發拿著大攝石摘色仔的香腸彈 是嗎 沒有注意的 不過那時候我真的玩過 你們有沒有玩過 我沒有玩過 其實我對台灣的搶物 他台語叫舌筆 即是扔色仔的意思 其實他是賭香腸的 你也可以只買香腸 譬如他一條香腸50元這樣 一串 要買一條就給你一條 你可以和他玩的 玩是怎樣 譬如50元一次 你贏了你就不用付錢 他就送香腸給你 但是你如果輸 你就付50元 他也是給你一條香腸 即是實有數 你要贏他 我怎樣都是給50元 對 你贏了他送香腸給你 你就不用付錢 是 還有他有些格是送十粒百粒的 我真的試過一次贏了十粒百粒 自從那次之後我不再玩 就覺得是欺騙成分 不是的 你給我十粒百粒香腸我幹嘛 即是有香腸恐懼症 即是有香腸恐懼症 看見類似物體都暈暈的 去廁所都不想多看幾眼 是貪國人有趣的 剛才那個賭神2的田雞 都放在那裡拍攝 然後玩幾個都會贏 他有個小的攝射 賭神走過去 他那個大攝射 那個好像是紫針 那個是紫針 台灣這些是紫針仔 即是一個大壺 然後有五粒 應該有兩種的 紫針我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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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很多不同的獎品 對 也不是有十粒八粒 對 因為香腸也會有紅腸和米腸 我覺得他玩這些挺公道的 反正你贏了就贏香腸 輸了你也是買香腸 沒什麼所謂的 你不會有什麼損失的 他玩法很簡單 四粒粥四粒色 或者五粒色 我忘記了四粒色 你知道窄到 其中有兩粒是一樣的 你就數另外那兩粒 加上幾點 跟它鬥大 譬如你窄出來四粒 裡面有兩粒 兩個是二 如果沒有呢 沒有繼續窄 窄到有為止 如果是三粒色一樣 三粒色再重新窄 總之是兩粒色的 另外兩粒色加起來 另外兩粒色加起來 譬如有時候四粒裡面 兩個是二 其餘兩個 就是一個三 一個四 即是七點 你就看老闆 對方 他可能八點 他就贏你 他就送一條香腸給你 就是這樣 是挺好玩的 起碼是娛樂雙香 倒閉在上面唱歌 有些香港朋友 剛剛來到他看到這些 他不敢玩 其實現在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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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金錢包 旁邊就有一間 有 金錢包 有 有 這些很地道的 你去那些鄉下地方都有 夜市都有 沒有不開心的人 是 你知道 沒有留意了 其實台灣人都很喜歡賭 賭的東西都不少 以前那些打機那些都有賭 我不管西門町那些 是 Pachingo那些就是 Pachingo我反而不敢進去 例如335 其實沒有什麼 周圍都335 其實沒有什麼 他們那些 當然有人說是黑道 裡面的管理 但他其實做生意 哪裏有 香港幾個都有 他會尊重客人 他會尊重客人 你不是去搞事 他不會搞你 他會歡迎你 好招呼 那些 紋身過來 遞水毛巾給你 但最怕有時候台灣招呼態度太好 有些失業的 Pachingo其實也挺好玩的 怎樣玩法 你買500元 他就給你一盒豬 一盒豬 你倒下去 他可以自己 有盒子給你 轉出去 他就自己抽上去 好 他如果贏了某些位 他就合一聲 對 合一聲又掉下來了 那可不可以換錢 那時候是可以 只可以換禮物 那時候 有些怕違法就是換禮物 早期應該是可以換錢 但他門口有一檔 是禮物可以換錢 哦 即是另外一個盤生意 關他的事 那這些可能 高價回收什麼物品 其實這些 以前香港很多朋友來到台灣 他都很想知道是什麼 經過 我酒店的樓下 有一檔這些 能不能進去的 很害怕的 他不明白 所以不減進去 其實現在少了 以前通街都是 都是的 我們東海大學走進 台中火車站 沿路 起碼十幾間 多到 是幾個人的 你沒有玩過嗎 沒有啊 打機也有 難怪的 打機也有的 有些賭場也有 打機也有 打機也有 我記得和你去西門町 玩過的那些 你砍牌 電子當然是打機的 是真的贏到錢 你中了 他真的跌了錢 跌了錢 大小 又有什麼都說 是是是 是是 10分高而已 是不貴的 是很多 如果說了這些事 也有很多這些遊戲 是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好啊 下次再繼續說 說不完 還有很多東西 比如說溫泉 溫泉也有 還有嗎 當然啦 下次再說吧 下次再說吧 拜拜 拜拜 拜拜